在得知了教官和学员们的具体位置之后 警方立即驱车赶往所谓的培训基地 因为当时听说还有学生在能训练 而且当时他们就是那么假当病的 还有一部分在沈阳那个基地呢 我们就先是赶紧的去一趟 我还是比较着急的反正是 因为当时我犯了一个卫星的记录 我发现大部分都是小姑娘待那个培训 这个所谓的培训基地 和于沈阳市苏家屯白青寨附近 是紧邻道路的一栋闲置的二层小楼 尽管楼体破败不堪 但是余某还是精心地对楼内进行了布置 我们刚去的时候是去了三台社 十几个人吧 到的时候反正挺不好找的 在一个镇里边也没有什么人 去了一个是外边有一个大院 大院你外观上看 其实就是跟部队没什么两样 它上面也写的军事进去 言心如内 里边楼上也有那个听党指挥 能打圣章的牌子 还有一些部队的标识什么都有 门口有哨兵站岗 楼顶有五星红旗 一般人根本不明就离 他们是一楼是租的那些假当兵的 学生在在二楼 二楼它也是分一个半一个半的 二楼有一个给他们训练的浇灌 住在地 我们去了先把这个浇灌控制住了 面对突然出现的警方办案人员 学员们开始还有些抵触情绪 所有人都以为这一切都是真的 只有余营长知道这是假的 有一句话叫做雪崩发生时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他们既是被害人同时呢 也是糊里糊涂的成了骗子的帮凶 骗子固然可恶 但是这么拙劣的骗术 为何还能大行其道 这值得我们仔细去思考 邮警社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